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纠结晚上到底该吃什么 我们的人生呢都是由大大小小的选择所组成的 小到晚餐吃什么 要不要素颜去公司 大到选什么样的专业 定居哪个城市 一个人每天要做无数次的选择 偏偏的这些选择都有利有弊 慢慢养成了选择困难症 我大学时期呢从浙大退学重考 只为能成为一名奥运会志愿者 接后呢连续创业七次 做很多的人生选择都是一部天堂一部地狱 今天呢结合了我这么多年做出的重要选择分享一下 当我在遇到选择的时候 自己是怎么思考的 第一就是要有坚定的目标感 当你有一个坚定目标的时候 并且能确认 哎这就是你未来要走的路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考虑的很多得失了 我从小呢给自己树立的目标 就是当一名奥运会的志愿者 这是初中定立下来的目标 正因为这个目标 在第二年高考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选择了从浙江大学退学重考 这个决定我并没有犹豫 那是因为志愿者 这是我无比坚定的目标 第二个经验就是小选择听自己 大选择看前辈 如果说呢一个选择背后的成本很小 那你完全可以 从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 但如果说一个选择 未来会影响到你10年 甚至20年的发展 那你一定要借鉴一下前辈的建议 比如说在选择学校 选择专业的时候 你真的应该参考一下 老师和历届学长学姐的经验 这种大的选择 还是要经过慎重的分析 再去做出人生的决定 第三点就是要学会制定规划 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则 比如说呢 你呢是在一个饮食当中 选择非常困难的人 你就可以列出每周的食谱 跟着规则走 记得这个规则 一定是要建立在你经常纠结 而且日常中经常遇到的事情上 第四点就是 一旦做出了选择 千万不要后悔 鉴定的往前走 有些人呢 遇到一点困难就会想 如果当时我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好了 我这里可以很负责的人告诉你 既然当初两个选择 你会纠结 那就说明啊 这个选项 并不是什么错误和正确的选项 它们要不都是正确的 要不就全都是错误的 没有绝对的正确选择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棒 行动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有你犹豫的时间 纠结的时间 后悔的时间都用起来行动 走着走着 自然就明朗了